好了,當然又回來了 剛才說完了 孔子學院也有些網友有些留言 先看看 這個空威師說 講不好,可敬,可愛,可信 其實還有一個可信的中國故事 其實一直都有這個難度 這個是很難做的 我就是川偉書記的父親 把孔子學院改成孔子烹飪學院 專門教煮飯 要叫做中國廚藝烹飪學院 哈哈哈哈 笑臨子的廚房 好了,另外 有網友說 如果英國大學少了中國留學生 他們都很大劑,這門生意都會難頂 其實這個是一個施壓的方向 美國基本上少了很多中國留學生 因為官派的留學生不去美國 據我的了解就是 官派的那些現在要去都會去英國 其實我自己知道就是這樣 好了 當然去別人那裡你要守別人的規矩 這個我也要再說幾次 你不要去到內地就覺得 內地的法律不是法律,不用守的 這樣是不行的 有些人到現在都是這樣的態度 其實真的不多妥 好空就說西方當中國是敵對 是的 這個也是這樣的 T.M.就說 卡梅倫 是的,他叫卡梅倫 但是那次叫金文樂 中文名叫 有一個中文名的 T.M.就說 回來講一下其他話題 剛才讀了某些留言 回來講一下其他話題 我現在先看看時間 填邊有毒蛇 這個人 又出來攻擊這個林鄭月娥 當然之前有媒體也是被咬的 就說林鄭她就讀在 2,900呎的甲級商下一個人租 1,357萬就簽了三年約 租了在金鐘太鼓廣場那裡 其實租這麼大的辦公室 有沒有需要呢? 你看看林鄭的工作 就知道她有沒有需要 其實就 如果林鄭是會見很多海外來的人士的 她是需要有一個這麼大的辦公室的 當然有些人就說 喂,牽離地道啊 喂,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那裡 只有535平方米 三個前特首一起用的 有一個叫董建華 有一個叫曾蔭權 有一個叫梁振英 林鄭那個辦公室就很寬闖的 那 為什麼林鄭要這麼大的空間呢? 其實政府是回應了的 因為 這個堅離地道那裡 她的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就有共用的空間 會客室接待處那些是共用的 那麼 在這個太鼓廣場 當然沒有得共用 好了 究竟 究竟 有沒有需要這麼漂亮呢? 這個辦公室 其實香港的媒體就是質疑這件事 還有 有些立法會議員 好像田北辰那些 都是質疑這件事 有沒有需要這麼漂亮呢? 你要明白 這是一個地方的前領導人 來的 一個地方的前領導人的辦公室 可不可以放在旺角 敦商業大廈那樣呢? 你想一下可以不可以 其實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其實大家想一下就知道 有什麼人會去見前特首林鄭月娥 要麼就是國家領導人 即是國內的國家領導人 來到香港見面 林鄭月娥 要麼就是外國的國家領導人 或者重要政要 如果你在一個地方的話 你是不是一定要在甲級雙下呢? 就是因為起碼都是要 告訴大家 特區政府 都不是很寒酸的 特區政府可不可以做到很寒酸? 我想問一下一個問題 是不行的 現實就是不可以像田北辰那樣 中環二千集團 那間在凱港城那間店 要給甲級雙上來的 喂 不是每個人都好像你這麼不要面 的嘛 田北辰 對不對 你做生意 喂 說真的 做到沒有租交 然後被人封了 那間店 是不是 疫情做生意很難 我也知道疫情做生意很難 但是你的租都要交出去 搞到有甲級雙下 有些人要免樹要皮 你代表香港特區政府可以禁7 的嗎 是不是 難道在廟街開辦公室嗎 你質疑那些人都傻的 什麼公司會用甲級雙下 就是那些金融機構 那些會用甲級雙下 有些 沖大頭鬼的人都會在甲級雙下租 有些沖大頭鬼的人 對不對 對嗎 起碼要一個門面 老實說 香港 整個特區政府 簽三年約租1,357萬 是不是很多錢 其實嚴格來說當然不多 其實現實就是很少錢 因為 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那些建築 如果那個建築物 租出去都不止這個錢 其實 如果你租出去給別人 不過那個就是 受保育的建築物 政府 沒有什麼可能 就會將這些東西租出去 還有 現實就是 你在香港 根本還是要做什麼 根本還是要推廣一下香港 現在是不是 現在有人比較 堅尼地道28號 堅尼地道28號那裡 是一級歷史建築 好了 我想問一下一件事 如果你在那個一級 歷史建築 那裡 如果你要租出去 一年可以收多少錢 你說會不會多過 現在林鄭那裡三倍 我認為一定會 這個是我說的 如果你是租出去 拿去做生意 不過現在不是而已 所以你們這些人 現在這樣比較 都不是真的合理地去比較 有些人 為什麼這麼貴 不用付錢 那裡是我們自己的物業 那個前行政長官辦公室 做推廣禮節性工作 那裡不用錢 這個要錢 那裡就多了 三年就多了一千三百五十七萬 你傻的 不用計算那個地方 值多少錢租 堅尼地道 28號租出去 值多少錢租 如果是租出去的話 被人去假會所 那裡值多少錢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其實說真的 我看到香港的媒體 是衰竭到不得了的 現在那個地方 不用租 就是因為那個地方是政府的 據我的了解就是這樣 那個地方就是政府的地方 所以不用錢 但是 是政府的地方 不代表他沒有租席的 對不對 你也要說回合理租席 如果租一棟這樣的東西 三層樓高 是不是 還要在建尼地道 28號 古籍來的 特色的古色古香 是不是 如果你把那個地方租出去 給人做會所 一年 怎麼只 一千三百五十七萬 是不是 這個道理很簡單 有時候 我看到這些 真的很生氣 真是 浩空就說 虎國級只是做KOL 所以給他一百尺 他就夠 哈哈 哈哈 你說的 不是我說的 哈哈 我讀出來的 不過 現在他們就說 林鄭讀響 二千九百尺 甲級雙下 你看根本就不是他一個人 他也要請個 Receptionist 要請個秘書 是不是 為什麼他讀響 還有還有一件事 他現在 只是在資金 長糧 人工比他還差 過他之前 你要看看他的位置在哪裡 交通便不便利 還有各界人士保安的要求 一定是在中環和金鐘 事實 是 政府沒有合適的處所 還有你們 立法會議員 現在多了這麼多 你們又是租那些 甲級寫字樓 對不對 現在的 立法會議員 的水平 是低到不得了的 其實 現在有些人當然是搞林太 因為林太 其實她一直都民望低 你搞一個民望低的人 就很容易拿到掌聲 他們那幫人的操作 永遠都是這樣的 因為林鄭月娥 她的樣子是黑人憎 所以她可以隨便拿來欺凌 沒有所謂 每個人都叫好的 你罵林鄭 像我這樣 說一些公道說話 就被人退訂 一大是被人叭叉的 Woletail UMM就說 我舊老闆 當年部署上去指 公司一直要在中環、金鐘、甲級寫字樓 租金不是問題 Powl Taste說 三個特首 曾生應該沒什麼 董生未必需要用那裡 只剩下KOL才生六響 Powl Taste說 政府物業、產業署全部有股值 租多少有數得計 你肯定那一棟樓 在那裡的租值當然是厲害 你想想也知道 所以甲級寫字樓很便宜 現實上來說 Cat Wong說 真的沒有錢要收拾 你上來當然是沒有辦法 但這傢伙有很多錢 是在那裡殺賴 人要面樹要皮 是他這條狠樣不要面 這條田邊有毒蛇 他臉皮好像蛇一樣 隨時退皮都可以 Terry Joe說 媒體專欺騙盲無 很簡單 因為林太太嚇人爭 就罵了兩件事 一個本身很嚇人爭的人 你踩到兩腳 對你一定來說是有好處的 現實就是 好像我們說公道一點的說話 就是被人踩回頭 還要退訂 還要說我們 你不可以這樣撐林太太 不行的 好了說到這裡 算了 有時真的 生氣得不得了 那 我忘記了 這個 Elsa聽 他說那些立法會議員 都不值十幾萬月薪 那我就不說了 這些算了 那 Chip 老闆 林太太一直是激男友的出氣袋 那 Totter 他 好像剛才說的一件事 就是那個 面積那裏 其實三千多呎 是算出來的 他們有報告的 所以我不會爭辯 那裏是幾多呎 老實說 我都不知道 我只是看政府說的數字 收拼葉就叫做賴皮田 蛇會退皮 當然會有賴 就是田邊有毒蛇 到了差不多 他就要退皮 好了 Kokimi就說 之前說沒人管 又炒冷飯 他說 這個田蛇怎麼說 他說有沒有KPI 有沒有成效指標 你這個議員有沒有成效指標 你這個議員有沒有成效指標 田北辰 丟了香港議員的架 做生意做到 有執達你上門 上舖 封了你的舖 要不要計算你丟香港人的架 要賠錢給香港人 田邊有毒蛇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想這樣罵人 一早早 但是我也是沒辦法 有些事情越看越生氣 算了 講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兒回來講其他話題 不好意思 真的有點火力的感覺 我真的要害怕 我真的要吉他 請你幾位 我真的想要有個頭 不再上來 你 你 不用了 我真的讓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